好 剛在廣告的時候 我問一下滕小姐 就有發現到我這七十二億的數字 是未來要賴的 事實上現在政府 已經賴了多少錢了 沒有 現在主計總處 已經欠我們六百二十七億 而且分 而且是一百零二年 到一百零四年 他應該應照健保法補 就是補助到健保來 是六百二十七億 一樣跟北高兩次學 分四年 還分四年 貪環 你是說從什麼時候開始 一百零二年開始 一百零六就是馬英九當總統開始 他學他在台北市長做的一樣事情 我的天啊 來 我們先接受我們電話的call in 是來自於新竹的王先生 王先生 你好 你在線上 傑銘 你好 對於健保費這個問題 以我來講 我繳了一整年度 到目前為止我只有看過一次感冒 那我是覺得說 繳這個費用給老人家 給需要用到的人去利用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要善加利用 不要說今天到了一個程度之後 健保費又要破產了 然後又要從人民這邊來提高保費 然後再來補救健保局一些制度什麼的 我覺得比較不合理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 那個傑銘能不能麻煩你 就是針對假民調 這個議題 能不能做討論 什麼樣的假民調 就好像之前有 好像有抓到國民黨 弄一個假民調 他是拿之前的 拿之前的一個那個來 這個判醫師都會回應你 因為他知道這個事情 謝謝王先生 王先生是一個鐵血青年 另外是台東的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陳先生你可以講了 我現在我們台灣當局這麼嚴重 中央也要來處理得好 轉身都到運業 我們10人去死了之後 對啊 你現在洪秋師傅說我退選 如果退選他就大七了 因為他有募款嘛 對不對 這錢我們要處理 今天我不能募款 我很辛苦 我這裡三十幾個 還沒有投入 對不對 他可以來募款 我不只要用家民物來募款 我也可以說 我要選一個誰來募款 我就說賣了 那看就好 對不對 我就開玩 對不對 陳先生 你現在家裡有三十口在找工作 哇 這台灣問題真的很大 好 另外是台北的葉先生 葉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主持人 各位來賓大家好 坦白講 健保費率是不是該降 第一個補充保費這個問題 應該先做一個處理 補充保費已經讓健保太補了 那馬英九這個人本身就是一個 坦白講就拿他國務局要費好了 每年的國務局要費他幾乎花工幫 那為什麼會這樣花花呢 表示這個政府根本從來不懂得決製老百姓的血案錢 老百姓的稅金拿到他手裡他就亂花 所以說為什麼現在主機處會欠健保 健保 健保 不過沒有關係 但是要了解他的價格 有沒有被馬英九這個貪污的人給加灌水上去了 這一點要嚴格的審查 而且還有人講說馬英九應該可以安全下重 我坦白講 我很怕的是520總統交接的時候少了一個該移交的人跑掉了 因為他可能會被關啊 所以說他可能會先跑掉 好 其實想必非常關心馬總統的安危 這個宜經委員 我們現在其實回到一個重點是 剛剛其實電話來的內容裡面其實分兩個階段 他同時非常關心健保的問題 我講解沒關係 你花在刀口上 你不要啪我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的人說一句話說 事實上馬總統恐怕才是過這個當中最見不得人的一個黑手 好 我們先回應這件事情 其實真正的內容在這個地方 這是由我們今天滕西華 這個自由自由時報專訪滕西華 他說的一個重點就是 當時這個叫兩手策略 什麼叫兩手策略呢 就是我們說的 基本上我們現在有一群老人家 這些老人家是低收入的 那麼這些低收入金額大概是七十二億元 原本是由政府由納稅錢來支付給 就是我們說的健保局 但是因為現在政府看看 花很多錢在別的地方 就錢不夠了 就要說那好了這個七十二億呢 就由你健保局負責了 我們納稅錢不繳這筆錢了 但是我們的問題是 剛才主機數不只欠我們這筆錢 事實上有高達六百七十億以上的錢 主機數也不應還 好了我要問一下宜經委員 你們在立法院怎麼來看這個事情 這個七十二億是本來政府應該補助這個弱勢團體的健保費 加起來三十六趴就是七十二億 那現在他說我這個整個健保費用 政府要出的政府要給健保費用的呢 就包括在這個裡面 那這個到底是包括在裡面還是另外再加上去 這個我們等一下請那個西花來講 他講的會比較清楚這個弱勢團體人民團體 健保監督聯盟覺得不可以這樣是應該要外加的啦 但是就像剛才我那個觀眾朋友 我那個本家那個信業的本家講的 我認為人民更在意的是 剛才主持人還講到說社福津貼調高 這個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他是照物價指數 弱勢的社福家庭或者個人呢 他需要做一點調整這個是合理的啦 這個也沒話說 但是就像他講的馬英九團隊 這個政府到底在搞什麼 A走的更多 比如說我們說健保說兩千八百零幾億 但是呢還記得去年的九合一選舉 我們一個將一化下鄉就開了多少支票 開了三千三百三十四億七千萬的支票 這個呢比整個這個這個健保的這個 兩千八百多億的還要多 我們大家要特別注意選舉一到啊 納稅人就應該要更注意這個錢 有沒有被A走 有沒有被上下騎走 有沒有被這個國民黨拿去用各種的手段 各種的甚至藏著各種的政策來買票 這個比較重要這個真的是我認為是 現在大家恐怕也要特別小心也要特別留意的 是的 這問題事實上我們就要注意到 到底政府還K了我們 A我們多少錢 都我要請教西華 可是潘醫師我們先來看一個 真的是一個強烈的對比 這個對比呢是一個血汗的護士 那為什麼說血汗護士 因為他已經懷孕三十週了 可是呢因為醫院人手不夠你知道的嘛 所以他就在加護護費房要指小夜班 小夜班是幾點到幾點 大概是四五點到晚上十二點 所以到晚上十二點 可是他已經懷孕三十週了 這常見這種現象 常見 對 懷孕三十週已經肚子都看到了呢 我們醫院的護士小姐都是要臨盆前 一兩個禮拜才休息 有的甚至是坐到臨盆才休息 天啊 我們健保費已經可以增加到兩千八百億 卻對這個護士小缺心都沒有 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麼後來結果事情 他就頭痛 嘔透不適 復家一基督教醫院看診的時候 那麼在離院前暈倒在廁所 後來他就是整個就完全不省人事 就只能眼睛眨了 所以他就是等於是什麼情況 如果只有眼睛眨完全不省人事 那叫什麼 就失去意識 相當危險 相當危險 然後就最後是判陪他 就是由醫院判陪一千八百四十七萬 但事後證明一件事 醫院就說什麼 對不起 這個只是冰山一角 好 我們看到這些 我們在對比另外一件事 觀眾朋友我覺得你就要深呼一口氣 因為這件事情對比下來 我不知道你心情如何 這是我們的鐵血護士 但是我們現在政府已經是 預算是一兆九千三 這是去今年的預算 明年要變兩兆 稅入是一兆七千七百六十六億 總監我們中間差了兩百多億 可是因此就有台聯提案說 那十八%的五百七十五億 要不要把它取消掉 那民進黨要求年慰問金的 播放標準 由月放了兩萬五千 回到二零一三兩萬元 結果這兩個案子 Sorry 全部被排除了 也就是說有些人還在爽領十八% 但有些人他付出他的血案 懷孕三十個月 還要做小夜班 對 在醫院竟然是常態 對 所以這種事情講起來 真的是會吐血 很多選民問我說 你醫生當好好的 幹嘛要跑出來選舉 我說醫生如果不出來改變這個國家 那才真的是笨蛋 我們健保準備金 現在已經歷史新高兩千億 為什麼還會發生這種血汗醫護 五大接空的狀況 這個真的是非常不合理 但是就是政府偷錢 一句話怎麼說 政府現在開增二代健保 補充保費 好 這個錢多 人民也真的多繳錢 那這個錢有沒有給醫護 保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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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現在政府給我們的錢 雖然他多收錢 但是給我們醫療體系的 他就叫一個用一個叫什麼 總額給付 總額給付非常簡單 就是說本來你們做了多少事情 比方說好 我開一個盲腸一萬塊 開了一千一千臺 那就一千萬嘛 但是你要去領的時候怎麼辦 政府就說不好 我們錢不夠 所以我們要打折 我們有一個所謂的點值 這幾年大概都零點九 現在到零點八五 也就是說我們因為人口老化 醫療支出成長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這個開台刀多少錢 這是政府本來跟我們講的 而且那個定 當時定這個支付標準 還是十幾年前 你沒有照說我們這個CPI 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加也就罷了 你反而以前不夠 你們量增加 我們要給你打九折 零點八十五趴這樣子給我們 所以我們醫界當然永遠是不夠 為什麼 因為我們做那麼多事情 看那麼多病人 我們領不到相對有的錢 結果他多收了錢以後 一方面多收錢 一方面支出 他給你壓下來 所以他當現在準備已經很多 多到兩千億 這也就罷了 主計處還要把一些本來是屬於社福支出的 要再灌到健保裡面來 他灌進來以後 好像政府左手拿到右手對不對 可是最後會影響了誰 當然還是排擠到我們醫院醫療體系 所能夠拿到的錢 這變成是什麼 就叫醫療體系拿錢出來 幫政府分擔一些稅金 還有一些 以後還會有六七百億 為什麼臺灣的醫護人員會越來越慘 老實說 因為這個政府就是我們最大的僱主 他要怎麼做 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就是不給你錢怎麼樣 我就是要跟人民多收錢怎麼樣 所以這種事情講起來 現在幾乎每個醫院的院長 每個醫師 每個護士 都是咬牙切死 我補充一下潘醫師講的 全國護理人員 大概缺 依照病床數 至少缺五千多個 五千多個 對 五千多個 而且這五千 全臺灣醫護人員 是有總數大概多少 現在全臺灣的護理人員 有執照的大概二十三萬 可是職業不到一半 大概只有四千多 因為他不進到這個市場 所以我們不是沒有這些人 但是這些人不進入這個市場 那當然不進入市場 跟血汗勞動有關 所以事實上 即便護理人員 早就納入勞基法了 市長剛剛潘醫師講了 我們有假的班表 或者是有美化的班表 所以整體來說 他不進入 或進入之後他去做門診 不要去做註診 所以大概全臺灣缺 這個五千多個人 但是他年資很不幸 就是流動率也很高 非常高 我們一年以下的比例非常多 為什麼來來去去的 不愛走 所以這個是一個危機 當然護士太年輕 護理人員太年輕 流動率高 當然病人的這個安全 就受到受到影響 那第二個不 所以為什麼醫師要爭取納入勞基法 其實也是病人安全 另外一個議題是 剛剛葉委員提到 跟傑明提到 政府到底怎麼偷錢 這個七十二億是未來要偷 主機處六百二十一 是已經要已經欠的 而且還分四年 我不懂中央政府 邊的預算還分四年欠健保 那全球在講政府對健保的公共投資 是不包含這些社福支出 包含什麼 比如說我們現在受雇 我受雇 政府替我負擔百分之十的保費 政府自己身為雇主 他必須為他公務員補助百分之七十的保費 公務員付百分之三十 這個才叫政府的公共支出 以及政府自己也要叫補充保費 這三部分原本在健保法裡面 叫法定收入 那現在這些法定收入 他要擴大 就是把原住民的保費 身心障礙者中度以上的保費 這個甚至連就業保險 對領取失業給付 那是基金預算 基金是自有裁員 他都要把九大項目包含在這負擔率三十六趴 所以是將來要偷了七十二億 在因為安全準備創新高 沒有回饋沒關係 他把燕捐從百分之七十 燕捐 對 燕捐當時為什麼有燕捐理由 可以跟觀眾朋友講一下嗎 為什麼 為什麼燕捐理由 當初原本的燕捐 從這個百分之七十升到百分之九十 再從百分之九十降到七十 都是根據整個煙害防治法裡面 我們因為吸煙導致的這個健保 健保費用會增加 相關醫療費用支出 所以補充一些也合理 一年大概是兩百五十億左右 兩百五十億元 所以我們常常看一下吸煙是在救健保 但是有救到健保 錢都有到健保嗎 錢都到健保 但是因為安全準備創新高 所以衛福部也打算修法 燕捐益住健保的比例 從百分之七十 調降到百分之五十 這樣就少了六十五億 那如果當然 又偷走 又偷走六十五億 那如果明年燕捐又調升四塊 大概就兩倍 再少一百多億 所以一來一回欠我們六百多 再偷七十二 再偷這邊六十五 這個這個金額近千億 所以我們在講說 民眾如果欠健保保費會怎麼樣 剛剛有一個新竹王先生說 他都沒有看病 他希望把他的錢 對 你知道嗎 我們全國一整年都沒有看病的民眾 大概四十趴 比我們想像都還要多 這些人就像王先生一樣 我們製作人馬上舉手 他也是沒有看醫生的 就像王先生一樣 他希望把這個錢 其實老實講 我也不支持調降費率 為什麼 調降費率是對有錢人有利 十八萬二的人退最多 我這個繳三四萬 兩萬多保費 人退最少 但是他這個錢應該用來改善什麼 我不是反正這樣 應該改善民眾的負擔率 去補助喊重疾難 這些五大科的支付標準 也要合理嘛 應該要這樣 新藥新科技要引進嘛 沒錯 沒錯 所以這些東西他不做 他也不廢除補充保費 他現在自得益瞞 錢太多了 他自己說不行 我五年後就要破散 真的要省起來 不然他跟我保證說 那你五年之後不要給我調降費率 可不可以 也不承諾嘛 是的 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倒數計時 因為這兩天 我們政府就要對我們的這個所謂的保費部分 做出新的一個規範 他的規範會影響到什麼層面 都我要請教一下這個青黃 因為問題是越來越嚴重 為什麼這麼做 我們再進入下一個廣告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我還要持續請教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西華 因為我們剛剛說的這個數字 我們還沒有講完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整個健保的財務支出 現在事實上是每年都是盈餘的 從二零一年盈餘了三百四十億 兩百六十五 五百三十五 五百一十三 八百二十五 到現在是兩千零八十五 可是表面上面 我們不是掃繳的健保費 是真的掃繳嗎 不是從五點一降到這個四點 就真的少了嗎 為什麼會增加這麼多 而且這裡增加是不只是補充保費 好 這是第一個 我等我會請教西華 但是我要請教青黃的問題是什麼呢 剛才說我們主計數從健保局偷走了一千億 那意思說我們政府其實真正支出不是一兆九千億 應該是兩兆多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好 問題來了 青黃我們看一下 結果這是我們這個104總預算表 人事費居高不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現在人事費居高不下 可是我們的護士可憐 就是我們政府官員的人事費居高不下 福利津貼高達四千四百 一十六億 可是我們的血汗護士時薪不到二十七塊 有沒有錯 我們不是時薪要一百塊了嗎 這是怎麼回事 而護士就是你最好不要進醫院 進醫院的是這個二十七塊的護士在照顧你 你可以忍受嗎 我們進口廣告 MIC THE END MIC THE E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